喔好沒關係 好那大家好 這是議程開始了 我怕我講不完 所以我們準時開始好了 OK 那大家好我是 我是Dion 對不對 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要怎麼用 怎麼 我網路上面找到一個 Open Source的 Android Podcast Player 然後我把它 跟那個 TriffGP OpenAI的 OpenAI的API結合 然後做了一些改造 那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主要是有關 跟AI協作 然後產出 For這個APP的資料庫的部分 OK 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 就是我現在 我是一名Android的Developer 那我現在在 一間印尼的新創公司上班 對 那 我平常就是會去研究 網路上的這些Open Source Project 然後 對 最近 因為最近AI非常紅嘛 所以我對 那些AI的工具也很有興趣 對 然後 如果你覺得我很眼熟的話 是因為我其實 已經在 CodeCover 當志工很多年了 對 那 最近也是GDG 跟HitCon的志工 對 然後 這是我的Linkin 對 上面會有我的 就是 這個專案的最新進度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加 OK 好 好 1 好 那今天主要介紹的主題就是這幾個 對 那 呃 因為其實我禮拜二的時候 就是這個禮拜二的時候 已經有在 已經有在 NJ台北分享過這個專案 但我講的比較偏向就是 生成動態字幕的部分 對 那今天 今天要講的就是 呃 一個很神奇就是 TradeGD可以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就是 大型語言模型可以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OK 好 那 對 那這邊 就是 看一下 它好像可以直接 對 這邊就是我APP的影片 對 可能有點 有點模糊 對不好意思 對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很普通的Podcast player 只是它播放 就是 它一開始其實所有的功能都已經做好 對 對 這是可以正常播放 然後剛剛看到的是 純那個 有關TechCrunch的新聞列表 對 對 這部分就是 動態字幕的部分 對 然後 這個部分就是 這次要講的重點 就是生成這個 呃 理解文藝的 用的那個 聽力測驗 就跟大家以前做的聽力測驗一樣 對 OK 然後 我也有做一個就是 讓它自動生成單字列表 那這個單字列表會是 牛津五千的難度 就是如果它會從這個文章裡面 擷取 它的 重要的那個 單字把它列出來 讓大家被單字用 對 OK OK 好 那這個專案我簡單介紹一下 我找到這個專案的時候 它本來的架構 對 它本來的架構就是 純Compost的UI 對 這邊 欸我先問 確認一下好了 就是 禮拜二有去連對台北廳的舉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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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舉一下手嗎 這是 有 喔好 那站不到一半 那我這一張還是得講 對 OK 那就是 那就是 它是純CompostUI 然後它用的是CompostNavigation 那它跟一般的就是MultiActivity不太一樣 就是 它比較像是以前的那個SingleActivity 然後MultiFragmentNavigation 對 只是它裡面現在就是改放就是Compost的Screen 對 然後它的Dependency Injection的部分 它採用的框架是Google官方推薦的Hilt 那這跟我自己習慣的Coin其實也不太一樣 所以一開始要 就是習慣這個專案的時候其實花不少時間 對 然後它用的是MVM的架構 我覺得還好它用的是MVM的架構 如果它用的是 就是MVI的架構的話 我可能又要 花更多的時間重新習慣它 對 不過這是Side Project 對我來講是Side Project 我覺得能夠透過Side Project 學習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對 OK 然後它 這個專案原本用的是一個叫做 Listen Notes的API 它幫我 它是一個提供那個 就是提供Podcast列表的服務 對 那 其實它是要錢的 所以我後來就把它拔掉了 對 那這個 它用的是 它有寫一個很好用的 Media Browser Service 它是一個Foreground Service 那這個Service 基本上就是提供它現在播到 第幾秒 這些資訊 讓我去讀取 所以我的那個Live Caption 動態字幕的部分 就有用到這個功能 對 然後它也做得很好 有用它 就是Google現在出的那個Data Store 用 做了一個Catch Data Source 來讓大家離線的時候可以使用 所以其實大家也看到就是 它本來就是一個 很完整的專案 就是 就是 就一個PodcastPlayer來講 對 那 這是它的架構圖 大家我把它畫出來 就是 這是一個標準的MVVM 對 這裡就是ViewModel 上面這裡就是View 然後後面這裡它Model的部分 那Model的部分 它就有分 Remote Data Source 以及Local Data Source 對 OK 好 那我把它改完之後呢 就是拔掉了它那個 ListenNode API的部分 那 Podcast的部分就是 直接去Parse它的那個 PodcastFeed 對 對 那 PodcastFeed我 上一場已經講過了對不對 今天要講的主要是 就是用OpenAI API 以及 以及 就是 以及其他的大型語言模型的服務 來完成就是 Room Database的設計 對 OK 好 那這個就是 前面 前面兩個 就是講我 就Parse 那個 PodcastFeed用的Library 就是 KTRS Reader 然後 後面這邊就是講說 我Parse完之後呢 其實我手上已經有完整的 就是 新聞的 一整個 五分鐘的新聞的文章 對 OK 那這邊就是 上一次有講到 就上次的演講有講到 有關 自動生成那個 單字列表的部分 對 那今天主要講的就是這一個 就是利用OpenAI Chat API 去分割這個 文章 因為它的文章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 沒有段落的 所以我一開始是需要它 先幫我分割 對 然後再來就是講它 怎麼出 就是怎麼請它出題目 對 OK 這是我改造的部分 對 但後面還會提到就是 Diabase怎麼創出來的 對 那這邊就是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 OpenAI的API 的ChatCompetition API 對 大家有用過嗎 有沒有用過那個 ChatCompetition API 還是 有用過嗎 有用可以舉手一下 有 有 還是有嘛 對對對 好 那它其實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HDD Post 那HDD Post它就是 就是 它一開始就是你要給它角色 跟它講說 你是一個英文老師 對 然後再來就是講 然後你是User嘛 然後你要問它的問題 就直接寫在這裡 然後它吐回來的東西會長怎樣呢 就是 它吐回來的東西會長這樣 它就跟你講說 它可能的答案有哪一些 就跟剛剛那個 剛剛的講師 Walk講的一樣 它們可能會有很多個選擇 對 那我通常就是 因為我都把溫度降到最低 它就不會給我太多選擇 就只有一個 我就拿第一個來用 對 我剛剛問它的是 Podcast的這個字是怎麼 就是由哪兩個單字組合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 它其實是用iPod 以及Podcast 這兩個單字合起來的 組合字 對 那它很聰明的直接回答我這一句話 對 那其實這張最重要的是 下面這個部分 它這裡有提到說 你這一次的Post 總共你有多少個Token 那Token就是它 實際跟你收費的這個部分 以及它能夠處理的最高的 Token 就是 它有定義好 每一個Model有定義好 像我這個Model 用的是GPT3.5的Model 那這個Model它 在 我用這個專案的時候 它只能支援4K 有就是說 我的來回的 不管是我問它 或是它回給我的 加起來不能超過 4K 不能超過4000個Token 對 那其實這對我自己 目前這個專案 一開始是有蠻大的限制 因為我很難確定 因為我要請它幫我分段落 也就是說 我其實只能用2K 因為一來一回 對 所以其實我很難確定 到底我的單字是不是有 我的文章 是不是能夠在2K之間完成 還好目前測起來是 都行 而且它後來也開放16K了 所以我就比較安心的用 對 OK 然後 這個部分就是它 回完之後 如果你想要繼續問的話 你就把它的assistant的那個部分 就用角色寫出來 然後把它寫下來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 繼續跟它聊天 這就是一般我們用 TradeGP的時候 它聊天起來的API方式 對 OK 好 那這邊就是 開始要講說是怎麼去 就是從 就是 動態字幕 然後產出 又經過LLM service 去產出旁邊的選擇體 對 我有多少時間 看一下 好 好 這個就是我 先把它的字幕趴出來之後 然後去掉那個 就是 時間的部分 就是你 你會看到就是只有 你會看到就是 它沒有任何段落 那就是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 比較不好去出 就是 我曾經試過整個就是 因為它通常5分鐘的新聞 會有3到4個新聞在裡面 那我曾經試過就是 整個一起餵給它 然後請 請它幫我就是 就是 出不同的新聞主題的 的題目 但它就是會 它本來是好的啦 但某一次更新之後 明明Model name就沒有變 那就壞掉 對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沒關係 反正我還是請它幫我切分段落 反正段落切出來之後 其實有很多好處 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講 對 對 那它 我要怎麼切分段落呢 因為 TechCrunch他們提供的 呃 提供的那個 Podcast的Description 天啊 這顏色真的完全看不到 我直接講 但是它的Description裡面 其實是有 列出就是 它今天要講的新聞 有哪一些主題 對 那像這一篇新聞 其實就是3個主題 對 那再來就是 呃 其實我的目標就是 我希望 呃 它幫我切完 我吐整個文章給它 它幫我切完的時候 回這個Data class給我 那這個Data class上面有什麼呢 就是上面會寫說 呃 它的主題就是 剛剛我們看到它列出來的主題是哪一個 然後它的 它的那個段落是第幾個 就是 你這篇文章的第一段落 第二段落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段落內容 然後以及 我請它順便給我 有關 就是這一篇新聞的 那這個段落裡面的關鍵男字 呃 的關鍵字 有這個關鍵字以後就可以用 關鍵字去搜尋就是 不同時間點的新聞 因為這是新聞嘛 就可以知道 比如說YouTube 就可以知道 這個Podcast 曾經在哪一些時間 介紹過YouTube 然後 然後它的 呃 新聞內容 我也可以直接用這個hash tag撈出來 對 OK 好 那這邊就跟大家講 我這邊下的promise是什麼 對 我就直接請它就是 依據主題 就真的是很白話 其實這只是寫成英文而已 寫成英文的好處是就是 你佔的token數比較少 其實我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全部都是用中文寫 對 所以我一開始 其實也是來回事很多次 然後最後確定要可以用這種方式寫之後 我再請它 我再把它改成英文 對 然後我這邊會跟它講說 因為它的主題 欸 因為它的主題其實有很 就是有可能會有一些 算廢話嗎 就是 有可能會有一些greetings 或是它的closing 那有時候這個會影響它出題 就是它可能會出題目出到 greetings跟closing 所以我就 有請它列出來 那甚至它 因為它tankron就是一間就是 新創媒體嘛 它也會介紹 介紹很多有關其他新創公司的新聞 那那些我就會把它 我就請它幫我歸位在misc裡面 對 OK 那 我 有去嚴格限制 就是因為我們 我剛剛有列出我的data cast 我是希望它最後出來的data 就是 是長 這個jason的格式 對 所以我就直接跟它講說 請你回給我一個jason array 然後裡面是一個 裡面是這個 這個造型的 欸 這個 形狀的jason object 那它這個 形狀的jason object 其實就是有它的 就是剛剛data cast 列出來的這些東西 對 那下面這邊就是 詳細的去 跟那個 gp的模型解釋說 你這個參數 就hashtag這個參數是什麼 然後它的形 形態要是什麼 然後以及這邊有講說 如果我沒有hashtag 像gratings可能沒有hashtag 我就請它直接給我怒 對 那下面這邊就跟它講說 我的那個段落 我希望它從第一開始 不然它就會直接跟你從第零開始 對 那這其實它全部都聽得懂 對 但是你要 就是你要確定它 會回給你的話 你最好再加 加上這一塊就是 你給它一個範例 對 我說我範例長這樣 對 然後最後就會獲得就是 它 它吐出來就真的吐 吐回來這樣 然後我最後就會得到 因為剛剛我列出來 那個data cast的樣子 對 所以其實這樣子就 就等於是我成功的把它區分 段落出來了 對 就是可以知道就是 每一則新聞是在哪一個段落 對 那我再來呢 再來就是有段落之後 我就可以請它依據這些段落 去幫我出題目 對 那其實出題目的 的prime又更簡單了 對 我這邊先插一下就是 因為現在已經有段落嘛 然後我有我的live caption 就我有我的動態字幕 下面這裡有一個brush up 對不對 這個就是它在看不同題目的時候啊 可能podcast已經播到後面了 那你如果點這個brush up的話 我就把你帶到這個題目相關的那個主題上面 對 那其實這件事情也沒有很難做 因為我有live caption的每一個時間點 就是它每一句話的時間點 那我也知道這個主題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就只是 找出哪一個 哪一個caption的時間 是 就是哪一個caption的時間 配合這個段落 然後按下去的時候 我就把它移到那個時間 就這樣 其實這個功能聽起來很酷 但做起來沒有很難 因為這個資料結構 一開始就已經 有思考到 對 OK 然後再來是 就是請它採那個 採選擇題的pump 對 這pump也是更簡單 就直接跟你講說 請請給我一個選擇題 然後 文藝理解的選擇題 就真的就這樣 對 然後跟它講說 你的 你的 就是範例要長這樣 對 這邊我就沒有特別打出來 對 然後這邊也是給它講說 我最後要 拿到的 就是我最後 就是我直接 把我的 json直接變成 右邊的這個dataclass 對 所以你就有一個 就很標準 甚至我有請它列那個reason給我 就是每一題 我請它解釋 為什麼這個答案是 是 比如說答案是A 為什麼不是B 這樣子之後如果就是 大家對這一題有爭議的時候 其實我也可以設計一個按鈕 讓大家看那個原因 對 然後 其實 其實那個 Deep Learning as AI 這間公司有提供一個 就是很好的 那個 教學 教大家怎麼去限 就是 去 去 控制LLM 回應給你的格式 對 這邊是我覺得 我聽完之後是 受益兩多 就是讓我很清楚知道 要怎麼 要怎麼去 去 限制就是 它的response 對 那 右邊這一個 這一個是 中文版本的 是那個愛料理的FOX 大家幫我們翻譯成中文的 大家可以直接去聽 對 OK 好 然後 這個是 就是 剛剛已經講完就是 怎麼產題目了 再來 我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有這個題目 然後 有這些DataCast 我要怎麼把它存進DB裡面 那 通常就是 存DB 就是大家要 自己去畫那些 就是DB的圖 然後去思考PineRicky是誰啊 那些 其實有點麻煩 那 現在呢 就不用了 現在就是 你直接跟TradeGPT講 我這一個 我這個部分應該是用 TradeGPT問的 對 對 就是我直接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設計一個 就是Database 然後用 就是我的ORM 用AndroidRoom 然後跟他講說 我有三張表 對 第一張表是 就是Articles 然後再來是段落 然後再來是Hashtag 這只是範例啊 其實後來是更多 對 那直接跟他講說 就是 就是 給我一個 給我一個Function 然後說我可以用那個 我可以用Hashtag 直接找到 他的文 他的Articles 對 然後 我還提醒他說 你的那個段落 一個段落可能會 每一個段落有自己的Primary Key 然後 呃 因為每一個段落會屬於不同的 文章嘛 所以 我全部都直接列出來 就是把他的關係 用白話文寫清楚 對 然後他 我甚至提醒他就是說 一個 一個文章會有多個段落 然後 一個段落可能會有多個Hashtag 我全部都直接把他寫出來 對 那 我就實際就真的 把剛剛那些 就直接貼到ChurchGD上面 然後問他 然後他回我什麼呢 他就 真的就直接會給你就是 我們寫人追的人 很常看到的這個Dark S的樣子 然後 Entity也幫你列好了 名字全部都列好了 對 甚至 剛剛我提到的就是 要一對多跟多對一嘛 對 這些他Foreign Key這些 就幫你設好了 然後 用到的 呃 他甚至有支援 Cross Reference 的Sport 所以就是他會 幫你把那個 我剛剛沒有提到的那個 Reference表也全部都建出來 對 所以其實 這對我來講是 瞬間就是輕鬆很多 當然他不是立刻可以用 但 就是 貼過去之後再修改的話 其實對我來講是 是 比較簡單的 對 甚至我一開始其實 對於 Cross Reference的 這個概念沒有很熟 也是因為用了這個 就是用了 其實他幫我設計之後 我才會 返回去查說 為什麼有 就是為什麼一對多多對一 需要用到Cross Reference 對 所以其實 做這個專案我就 這樣我有奪學了一課 對 也是完全就是利用 Track GDT 這種語言模型 來學習 對 那 再來就是 呃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 Database的那個關係實體圖 實體關係圖 對 那 這個就是 其實以前就是 如果是本科的話 這學校會學到 就是 有這種圖 但我自己出社會是沒有看到 公司的專案 是有 有畫這個圖 因為這個圖就是 通常Database不會像我現在 這個這麼簡單 通常就是大家的Database 一定是超級噁心的 對 那 要怎麼請 Track GD幫我把這個圖畫出來 對 他可以做到 而且 這個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就是他幫我畫的 對 那其實現在超簡單 對 有多簡單呢 我們來看Prime怎麼下 就是直接跟他講說 呃 請你幫我用Mermaid.js的格式 來採 Mermaid.js其實是 Mermaid.js其實是 Mermaid.js是一個 Markdown的一個 用來描述圖片的一個 算是 語言吧 對 你只要 他其實算是一種協定 對 一種語言協定 那 他其實他也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就請他用這個格式幫我 然後跟他講說 幫我畫一個就是 Entity relationship 的Diagram 然後 跟他講說 請使用我下列的Coding Diacs 就這樣 然後後面 就是把所有Diacs 全部貼過去給他 就簡單暴力把你手上有Diagram Diagram Diagram 全部都丟給他 那他會回給我什麼呢 他就直接回給我 就是 我用 我先說一下我這次用的不是 那個OpenAI Trilgbt 我用的是 Entrific這間公司提供的 Cloudy 這個 對 這個Library其實 應該說這個 這個聊天服務是我用過 目前用起來 算是 最接近Trilgbt的 一個服務 對 那他也是 比較快 因為現在Trilgbt很多人用 有時候會很慢 對 然後他的Token限制數也比較少 對 只是他還沒有提供API給我串 不然我也可以把我的 剛剛那些東西全部都串過去 對 我有去排了 但排不到 對 現在大家都在搶waiting list 對 OK 對阿 這家是OpenAI的員工 就是離開之後他們去開的 然後Google砸了一堆錢給他們 對 但我蠻看好的 因為一般就是 大家用的Trilgbt其實是 對 一般大家用的Trilgbt其實 是 呃 其實 在Transformer這個模型上面 他是比較專注在Decoder的部分 那這間公司提供的是CloudD 他是 就是專注在Encoder跟Decoder 都有去做更深入的研究 所以 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他比較清楚就是 呃 要怎麼產生東西 就是他有辦法做Encoder 對 比較不會像Trilgbt常常亂講話 對 但我覺得這些還是有很多的參數需要調整 對 那我自己用起來是蠻舒服的 目前還沒有其他的服務跟他們兩個一樣好用 對 好那剛剛有講到就是 我請他幫我採那個 就是 Mermade的語法出來嘛 然後給他Decoder 他就真的就直接給你 就告訴你 喔這個是Mermade 然後他這個是ER diagram 然後下面這全部就是他的 那個圖的語法 那有這個圖的語法呢 我就直接把這整個語法 直接複製貼上 貼到 那個Mermade的那個線上的那個 有一個線上的編譯器 就編輯器 你把它貼過去呢 他就會 直接即時的告訴你這個圖長怎樣 對 那如果你有什麼想改的 像下面這一段啊 這一段其實就是講說 這個Enterty跟這個Enterty之間 有線 然後線長什麼樣子 然後後面這邊是他 線上面有什麼字 全部都 就是其實是一個很好懂的一個結構語言 所以有要修改的話 我也是直接在這裡修改 對 那最後產出來的就是 你看到的這樣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就真的只是把DecoderCast貼給他 然後他就幫你塗出圖 對 然後大概五分鐘吧 你以前不想做的事情 以前要做兩個多小時的事情 現在就 就已經有 對 已經做好了 所以 再也沒有藉口不寫文件了 對 對 以後如果 對 老闆叫你寫文件 你就真的把它寫出來 他就覺得你花很多時間 其實沒有 對 OK 那來講一下就是 這個 這個專案目前的所有的Cost 就是 我在開發期間 以及實際就是 我要產一篇的 一篇文章跟題目 以及它的單字 然後還有它的字幕 這些全部加起來是多少錢 對 其實裡面最貴的呢 應該是 就是Whisper API 就是把它從 語音轉文字這一塊 對 那 再來就是 另外這個就是 因為我用的Token數 我剛才有說到大概就是4K以內 4K以內都可以解決 所以我用的其實是最便宜的這一個 那它的Input跟Output 收費的是不一樣的 對 但對我來講都非常非常便宜 對 大概多便宜呢 有沒有要猜猜看 知道有沒有要講 對不對 你覺得這樣子我產一篇新聞 大概要多少錢 對 對 一篇就是五分鐘的新聞 然後產剛剛 動態字幕啊 然後 然後它的 那些 所有的東西 多少 0.1什麼 0.1美金 0.1美金是 3塊嘛 對不對 好 還有人要猜嗎 還有人要猜嗎 沒有 好 答案呢 一塊錢台幣 對 沒錯 一塊錢台幣就這樣 超級便宜 就一塊錢台幣 所以 它猜的已經夠低了 但還比它低了三分之一 對 超級超級便宜 便宜到就是 我 因為我是寫APP的嘛 就是大家問說 你要不要上架 你要不要就是架後端 我架後端 我要花多少錢 注射吧 我怎麼可能就這麼便宜 對 目前只是自己要用 如果之後 需要上架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去 就是租後端之類的 對 但 我在 我這個專業是4月的時候開發的 然後一直斷斷去用下半時間開發 然後 我總共就是每個月 最多最多會付給 OpenAI的錢 就是60塊 台幣 兩塊錢美金 對 超級超級便宜 便宜到 就是 可能現在一杯 珍珠奶茶都不值這個價錢 對 對啊 所以 我覺得 這個服務大家真的 我很推薦大家去玩 因為他是以用 以量計費 通常 就是 像我這個用法 他是不會亂掰事情 我從頭到尾就只是叫他 幫我解析 我給他的東西 對不對 既然是我解析 我給他的東西的話 他就不會吐太多 就是額外的東西出來 那這樣子 其實這整個成本 是非常好控制的 對 好 好 那這就是今天 今天大概 我可以講到幾點 我可以講到 20分 剛好耶 好 這就是今天 我大概講解 我這個專案是怎麼做的 對 但因為我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對 還有三分鐘 那 就是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專案還可以幹嘛 對 就是 上一次沒有講到的 禮拜二的時候沒有講到 這個專案其實呢 剛剛的那整個 很便宜的那些Pump 對不對 我一個字都沒有改 然後在他 推出16K Model的時候 就是 我就把 台灣的那個 公視新聞 公視晚間新聞的那個 的Podcast直接餵給他 然後他就完全 直接幫我產出來 台灣的 就後面這個是 中文字幕 你可能沒看到 他就可以一模一樣的功能 直接 突然就migrate到 中文新聞上面 也會幫你出題目 也可以幫你列單字 也有動態字幕 對 我什麼都沒有改喔 我就只改了他的Model 從4K改成16K 然後把Source改成 就是 改成 公視新聞 然後我就直接 當天晚上就直接 build下去就可以用 對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真的是 很衝擊 原來還可以這樣 那代表什麼 我是不是有西班牙文的英文 我也可以拿來用 我是不是有 韓文的新聞我也可以拿來用 對不對 我可以拿來出題目 對不對 你可以不只拿來練英文 你可以拿來練韓文 你可以拿來練西班牙文 全部都可以 對 那更 更進階的話呢 就是 我現在已經有中文的字幕了 對不對 那中文字幕呢 你可以請 他直接幫你 全部轉成羅馬片音 對 你有羅馬片音 你就可以幫他 標在你的字幕上面 那 如果外國人想要 學中文 他可能就是 聽Podcast的新聞 我也可以幫他翻譯好 然後列出來 然後你想要看 中文字 以及他的片音的時候 我全部可以把他列出來 對 所以其實他的功用真的非常非常多 而且真的非常非常便宜 就是我把剛剛這些東西再算上去 我成本也不會多一塊錢台幣 對 可能 花比較多的時間是我的開發成本 對 所以這工具真的是 其實是 蠻 就是我自己是覺得他們 已經算蠻成熟可以用的 當然就是 如果你可能要 變成產品推出去的話 Promp可能要嚇得嚴謹一點 然後 以及要做更多的測試 才有機會把這東西變成一個服務 對 OK 好那今天就是 謝謝大家 來聽 有沒有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很多人說就是 現在是AI的時代 就是 就是 會不會 我們的工作會不會被AI取代 對 我自己目前的體感的感覺是 AI不會取代我們的工作 但是 你會被其他那些 很熟練使用AI的人取代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就是 你看那麼便宜嘛 我會跟大家講那麼便宜 趕快去玩玩看 對 就是有機會就玩 就想到什麼東西就拿去玩 對 不要只是跟他聊天而已 聊天那太簡單了 也不要只是叫他summerize而已 你可以反過來叫他出很多事情 對 OK 那有沒有問題呢 對 喔這裡喔 請問一下 現在Wisper 3%的錢 的 在 對 這個今天沒提到 那 我給你猜 你覺得1塊錢的台幣裡面 有多少比例是Whisper的API 應該差不多5塊 0.9塊是Whisper的API 也就是說 剛剛你看到 包含我剛剛上一頁講的那些所有的東西 只有0.1塊的成本 對 然後 我想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Whisper其實可以省下來 因為Whisper它是open source的 對 也就是我今天真的自己租的summer的話 我可以省掉那009塊的成本 對 但我現在只要60塊 就算加上009塊 我只要60塊 我租summer還是不划算 對 所以未來要 真的要變更大的話 我確實可以自己架summer 然後 因為Whisper的API它是完全open source 我可以自己build 然後自己去build model 然後自己去拿來使用 對 OK 我看 是已經有人做了 電影教教的 Case就在手機上面 iOS跟電影教的上面做 喔 是嗎 你說Whisper本身嗎 可以啊 但 好 對這樣我可以離線做 沒有錯 但我其實 目前還不太介意啊 因為其實他們 就是雖然他們都說可以 但其實很看手機各 各手機的效能 對啊 因為 我剛剛有說嘛 我是就是 印尼的型創公司 印尼他們那邊的手機 都是比較 就是 特規的 對 它就是 平常用都很順 但是如果你要用它 就是你要榨乾它的CPU的時候 那就其實是比較辛苦 對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去顧及 因為我們是寫Android 你要顧及所有的User的話 可能就是還是要注意這件事情 OK 好 還有人要問嗎 我有點超時 對 好 那不然今天就先這樣 如果對我專案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直接來找我聊天 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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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